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来开场在攻防的节奏上 表示11号米内金 球队的核心 另外10号米耶斯 封线上是9号李维希 7号法克卡和8号 我们也非常熟悉的意大利的中锋 马尔科纳托 因为投篮也不是很准确 刚才是由8号马尔科纳托 在篮下一个抛头 博尔强45度的三分命中 博尔强45度的三分命中 这个节奏呢 就会 今年西尼奥运会呢 是中国南兰 从黄金一带 也就是90多年 亚特兰奥运会 他们去 意大利呢 也是家乡的黄手 对姚明和王志志的黄手 大家可以看到 采用绕前和四分之三绕前 断中国队的 往内线的传球 好球 前八 这个阵营的基础上 加上像郭志强 实在 无球掩护 有效的跑动 不如意大利一队更多 毕竟内线有优势 还是要把这个优势 充分的发挥出来 这球是姚明下快攻 再进入奥运村的第一天 是他20岁 这是意大利篮球的传统 靠整体 靠 细腻 他在场上跟对手进行对抗 来一下连续的对抗 一个小勾手 开场之后 王志志得了9分 新教育会呢 生日 这对于他来讲 是人生经历当中 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 那姚明也是在这几奥运会的比赛当中 充分发挥了自己的 全队14 这边强侧是王志志持球 对方瞎击 就打到外线 李南突破 跑球 李南的上场呢 就是要解决刚才我们所说的问题 外线队人要加强一些突破 意大利队采用领防 以后巴西来是全场来贴郭志强 意大利队 木农队也是有所回升 这也是一支靠投篮的队伍 你球呢 打得非常的细腻 那鸡战术呢 配合很讲究 又是王志志拉到45度 三分并坐 中队换上胡卫多 大志和李南连续在高位做掩护 这个球呢 对方航的换防很快 漂亮 李南的上场还是在串活全队的这个方面 做得非常的到位 日日接球 打了不到六分钟的时间 个人已经三次犯规了 腰四拉开 好球 关键时刻还是李南 手不软 那中国队 换防的不是很坚决 因为现在 对方挡拆和掩护 中国队采取的防守策略 都是不换人 因为王 好球 这个球进头没有跟上 在退防的速度上有一些影响 这球是一个急停变速 背转身 小抛头 度过是一气呵成 孟宇中第一次三分九的机会 这是孟宇中的特点 孟宇中退防比较慢 然后对方没有攻击 最后一攻的机会 这边给孟宇强 漂亮 孟宇强的体能确实有些臭肢 但在这个球的处理上 还是很好的控制了出手的节奏 这个球有些跑头 身体有些厚痒 三分命中 中部队在上半场是42比40 考着孟宇强的压少三分 领先两分 来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中立的场上阵容是 孟宇强 李南 胡卫多 巴特和王志志 好球 巴特拉到 中眼距离 巴特突破 好球 刚才一段时间是跟法克卡来对位 再给巴特 准备法克卡换防 巴特 连得六分 巴特利用自己的特点 再来看 中队24秒尾利 这段时间的进攻呢 主要是在王志志受到非常大的限制的时候呢 球交内线不是很顺上 意大利队也出现了输 对中的一个突击上卡 赚球成功 队队前场三打三 这球呢 还是控制一下节奏 好球 队队今天呢 在整场比赛当中的节奏 控制的非常好 这是李南和大巴之间的配合 给大家知道 两个人一起进入国家队之后 在任何的大赛当中 贵东接球的投 好球 贵东升高1米98 对方对位的10号 梅耶斯也是一个外线投手 升高只有1米92 两个人差了一块 在公传的对位上 中国队在胡贵东这一点还是占优势 漂亮 这球是大直和巴特之间的一个配合 快节奏的这样的球队 整个比赛呢 这个节奏不是很快 八球在篮下 利用自己的身体 对抗能力 强制对方的黑人大军风 八球在下半场上来之后 连得10分 而且前四个球打的对方 确实有点特首不及 黄尼加利这种打整体 打默契 打球非常细的队伍 中国队的防守 还是要耐心一点 巴特再次上演他的这个独门绝技 三平之后 中国队换上姚明 比赛打得非常硬 这个时候这种打法是对的 黑人大中风 达麦哲 因为他的跟特色 跟其他四个人太不相配 所以在这个点上呢 意大利队也是有这种矛盾 达麦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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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分钟 重新上场 巴特在这场比赛当中 替补上场 表现出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好球 中午呢 在军场比赛当中 就打这几分 现在防守呢 守得非常小 这中午呢 在身材上呢 是占有优势 守得稍微小一些 当对方外向有机会的时候 往外扩一步 还是可以对对方的投篮造成影响 小李飞刀 李楠的追身球 看这个球 这个三分球非常 很敏锐的 找到了一个突破的空间 李楠 当当仰护 漂亮 李楠关键时刻的两个三分 由定海神针 这时候 意大利打得非常急 落后六分 他们按照自己不太擅长的方式 来打抢攻 李楠再得两分 最后的两分钟 李楠连得八分 有针对性 而且呢 在关键时刻 总是有队员能够站出来 包括大志在被限制的时候 巴特连取十分 要在整个内线 这支队伍呢 在两千年的时候 还没有达到世界最顶级强队的这种 底蕴和内涵 我开的时候 李楠在关键时刻 可以 连续的在外线得手 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这场比赛 是中国的小组赛当中 冲击前八的最关键的一场赛事 这场比赛的胜利 也让中国队 有了冲击前八的希望 这场中 也是85比76 战胜了意大利队 好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为您转播的 第27届 新尼奥运会 南篮小组赛 中国队对意大利队的比赛回顾 本场比赛 是由杨健为您解释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们